任何事也不能阻挡11岁的若斯参加她喜爱的运动 即便是患了一型糖尿病 我和正常的儿童一样 只是比其他小孩多爱了一些针而已 若斯一天八次为自己注射胰岛素 并且挑破手指咽血 他还密切检测自己的饮食 若斯最初被确诊时 父母为他报名参加了注射胰岛血的临床试验 我立刻透过电邮与他们联系 告诉他们若斯的确诊 在24小时内我们保留了胰岛血 如果父母选择保存自己新生儿胰岛血 胰岛血可以用作日后的研究 在佛罗里达大学 20名儿童被一次性输入了自己的胰岛血 研究人员说 血液里的干细胞可能会减缓 糖尿病对免疫系统的进攻 一线从而可以较少的摧毁 产生胰岛素的好的细胞 输入过其带血的儿童 对胰岛素的需求减少 而且能更好地控制血糖 结果令人振奋 我总是为糖尿病患而治病 知道他们的痛苦 弱斯曾经每天注射30单位的胰岛素 输血以后 他减少了10个单位 在患糖尿病两年之后 他的身体仍然能够产生一些胰岛素 弱斯的父亲说 这也为弱斯提供了任何事情 也不能阻挡他的另外一个理由 糖尿病不妨碍你做任何事情 美国之音电视报